本地足球圈再爆出打架幫案炒聞 雙人羅傑成太太梁子山名下的港超聯球隊 香港飛馬牽涉其中 廉署在星期二行動中抓了6人 其中5人是香港飛馬前任同現役球員 包括身兼助教的09年足球先生李威廉 隊長郭健邦、球員陳柏恆、李嘉豪 和前球員謝麗軒 廉署早前接獲足總舉報 只在2015至2016年的香港預備組聯賽賽事中 懷疑有人打架球 經調查後 在星期二出動40多人 展開代號花海行動 抓了5個球員 他們涉嫌串謀收受其他人士行賄受賄 在他們參與的4場預備組聯賽賽事中 打架球以操控賽果 涉及賄款9萬多元 而另一個被捕人士 就涉嫌在相關賽事接受非法賭注 所有人士已經獲准保釋 香港飛馬球員在星期四的朝早如常操練 大約有15個球員參加 令隊說涉嫌球員暫時向球隊請假 暫時等消息 初步甚麼消息都不是有 只是大家猜猜猜 暫時都沒有回應 聯絡到幾位球員 聯絡到 他們都說現在有甚麼情況 暫時有點痴人 你又請了時假 飛馬隨後發表聲明 指已即時暫停了4名涉案人士的所有職務 據知廉署將會儘快約見香港飛馬主席梁子山 進一步了解事件 足總發表聲明 表示由於事件處於調查階段 目前不作任何評論 但重新對職員球員涉及的非法行為 採取寧容忍態度 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